接着又介绍了一件新玩具 就是电吸盘 电吸盘团丝 平时的吸盘是自己扭载的 这个不是,用电就会自己扭载的 不用扭载的 图仔货二百多三百元左右 所以中国真是太强大了 这些这么高科技的东西竟然能够几个水 首先它的操作很简单 要一个光滑的平面给它扭载 接着它就会自己扭载的 这样呢 我双脚 真是很实 双脚离地都不掉 试试 先收拾一些东西 不然待会掉下来的时候就击击了 双脚离地都不掉了 是 试试这套二百磅是没问题的 是的,能够上二百磅的 然后按两下就会松开了 你可以看以前看什么职业特工队 在那扒那扒 扒那扒那扒哪扒 那扒那扒 你不许多扒下来 没什么扒下来 扒扒杜拜不知道哪扒的时候 它就这样扒进一口 6P这样吸的了 这个就是原理的产品了 再试试 你一推上去它就自己吸食了 再玩一次 太强大了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阿昌 今次又开箱了 试这个 乌什么 乌比 乌比 乌比好像是什么 西班牙推机 今次这个很厉害 由于一会儿 我厕所里有一只 麦半磚的 七百五阔 所以现在买一部麦六机回来试用 今次试一试 找我们的专家 分分 去试一下这部机 如果推条五十出来 五十长 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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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二长 五十英明闊的 会是怎样呢 对了 师傅你可以操刀了 是多少 因为那边用到这部机 所以要慢慢用一下 是很轻微 可以解到一部 第一次用 第一次用 阿芬也说第一次用 碎了 碎了 另一边 然后压重一点 对了 然后又压压它 对了 其实是解得到很好的 对了 那因为 为什么这里是差一点 这部推机其实是挺漂亮的 解得 但是说呢 我就解脾了一点 因为我这部机 刚刚第一次用 刚刚第一次试推 因为碎了 碎了这部机的原因 是不敢那么大力 是很轻力 所以这里是碰到 就这样推下去 那这里呢 就开始用少少力 推到尾的时候 直接一按 就因为这里我就 用了很少力 条痕就很浅 可能解得不够深 所以就有少少 尾了 其实这部机是真的一流 难怪那些人说 买了这部推机 用了一次 是回不了 我刚刚按了一下 我觉得这部机是不错的 虽然是重了一点 但是一流 多谢Ben Sir推介 现在开始试推一寸 可能要从 stretching 了 slot 后全能推上 安懂 直接按 Stay 因為它沒有按斷到尾部機,但口還未開到 嘩,一吋都可以 一吋都可以 因為終於頂死日本的眼牌,漂亮得這樣 剛剛好,差不多一吋 是不是出乎意料呢?是不是推不上? 不是的,很多師傅說這部機是推到的 但真的未親身試過,真的不知道 因為用眼牌,我都不敢推那麼細條 通常都不計幾屆 不過這部西班牙推機,它真的能夠解得到 還要這麼齊,我也是第一次 雖然我真的做了好久的磁磚 但我很少用推機這麼短 因為磁磚都怕它一斷,又浪費了磁磚 這件推機是一流的 這兩千元是值得的 這兩千元是值得的 這兩千元還不值 不值得了 不值得了,這麼好用 因為節省很多功夫 平時收這些長條邊 是會拿部戒機慢慢蹲在這裏 是的 現在有了這部大推機幫忙 便方便很多 還有最重要是介 1米5 乘700 接下來做的磁磚 因為它是打直做的 很多位置都要介 這部機推得這麼順 其實省了我很多時間 省了很多功夫 真的能幫到大網 好 剛才芬爺說要多謝Ben Sir 我說其實不用多謝 因為Ben Sir沒有收到便宜 這是在德美網店買的 這部電話機 有什麼好呢? 一個電話 搬到來 叫街車送到樓下 這些天氣 就不用伸碎伸汗 出往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很重 整包鷹泥這麼重 所以買這部機 就是招呼這件 750米2的磚 對 750米2人這麼高 對 以及這個牌子值得介紹一下 對 這部客廈由於是與內地關係密切 就知道上去買大陸磚 就買金意圖了 你們買大陸磚 最重要是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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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的食貨那些 這隻磚其實也不便宜 除了開到 我沒有問過客廈 應該可能算了 算了港元數一件 至少未預計運費 但人家真是大陸的靚磚 而分野的評價也有三個孤子 三個孤是滿分 好就是這樣